在中医里,肌肛胃就不能不说脾,脾胃是健康的根,若脾胃功能不强,就会引发很多疾病。 所以,中医认为,营生必须先养脾胃,胃强身体才强壮,胃弱身体就虚弱,如果把肠瘦比喻成该房子。 护胃脾胃就是打地基,根基不牢,吃得多营养品,保健鞋也挤不到太大的作用。 脾胃为后天之本,是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,如果一个人的脾胃不好,那么,身体的气血就会出现生成不足,身体各个部分得不到滋养,自然就会出现枯萎,就会把病重生。 脾胃不好的人,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,脾胃出了问题,很可能连累五脏,终于有一句话,养脾胃就是养元气,养元气就是养生命。 脾胃健康是决定人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,脾胃有四怕,怕生,二怕冷,三怕抽,四怕生气。 生冷的食物,如各种的脸,新的蔬菜水果等,会带着寒气进入身体,最容易伤及脾胃。 此外,脾胃最怕撑,鸡一顿,保一顿对它伤害最大,卫生病大多和人饮食不及之有关,脾胃病则无人过度狼泪有关。 终于有一句话,养脾胃就是养元气,养元气就是养生命。脾胃健康是决定人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。 甘与脾胃互相影响,必须先养好甘才能解决脾胃的问题。 甘不育,择皮不虚,大家都知道茶饭不思气饱了,其实形容的都是甘脾不合的故事。 要让皮健康,就要养肝柔肝,顺畅肝的契机,让肝气可以正常熟悉。 这一样肝木与皮土处于和谐关系,因此说,养肥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,永远不要发怒,尽量减少发脾气。 这是疏肝养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一,脾胃虚弱或胃炎患者,应该多喝五方。 一是,多喝牛肉汤,牛肉,补脾胃,益气血,强筋骨,客天食料加点山药,大枣桃汤,食肉喝汤,食喝年老体若这场食。 二是,多喝鱼汤,以鲜活鲤鱼,鲤鱼,鲤鱼为佳,鲤鱼锦味,鲤水,鲤鸟,消肿,清热戒毒,鲤鱼锦鱼酥干。 暖饭绿肥,最適合皮肤,鲤鱼健脾与湿,喝中开闻,活血痛落。 制作时可食料加点山楂,大枣,食鱼喝汤,三室,多喝鲤汤,鸡肉,乳肝,脾胃腥,鲤油温中,益气,不经,甜水之功效,但有食热者不宜。 以上三种汤,应注意多加水,慢火,长时间哦,先别加盐,再熬好出锅时,少加点盐,自食,多喝米汤,以小米,糯米为佳,多加水,慢火熬,五式,多喝菜汤,以圆白菜,紫甘蓝,西红柿鸡蛋汤为佳,要少加盐,最好不加味精。 二,多吃四果,鸡大枣,山楂,苹果,木瓜,这些可都是这脾胃最喜欢的好水果了。 三,多吃三粮,鸡大麦,小麦,黄豆,这可是脾胃最可口的主食养。 补充品类有益菌,对于消化的健康有很好的作用。 提起双起感军,有人马上就会想到酸奶,这是很自然的。 但是,酸奶经过为酸和胆汁的分解,要相反整地到达大肠,这很难道。 就算是双起感军随着酸奶到了大肠,但因中国是外来者,很快就会被作帝户排挤出去。 所以,最有效的办法是给定居在肠内的双起感军以充分的食物,鸡水酥糖。 这种黄金双起因子糖,使它们有充足的营养和热量,增强它们的战斗力,有效维护肠外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